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這個新陳手辣 我覺得最高級搞不好是新喜 因為你會在別人的半球塞 塞百元鈔票 這個真的夠狠 那我請教你 如果你碰到的綠茶錶 那你會怎麼置它在那個場合 其實我覺得當我碰到綠茶錶的話 我的界線是你不犯我 我就不會犯你 你今天要裝綠茶 愛怎麼樣裝 那如果就犯到你老公 哇塞 這應該不是塞什麼一百塊 鈔票就可以解決 這個感覺還火已經來了 可是我覺得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這樣子好了 比方說一個場合 然後你老公在那邊說 我就跟你老公在那邊看手機 怎麼樣 有的沒的 妳好帥喔 對 妳真的看起來好有味道喔 不要我們在聊天 然後妳就過來 妳講 妳們在看誰嗎 我們在看手機 我們在討論 哪個國家 真的嗎 我也要看 妳們就是喔 對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是 我要跟大家講 最好啊 最好害怕 不要鼓悚然對不對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老公真的很帥 那因為我們出去的時候 真的是會有 就是小女生啦 就會覺得說 就是她就真的很帥嘛 然後就是會想跟她 自拍啊還是怎麼樣 其實基於我自己 是新西亞的立場 坦白講在跟我老公之間 感情我是有信心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真的是不會在那邊 針鋒吃醋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必要 所以其實今天 不管是綠茶表 對於我身邊的男人 如果動手的話 最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夠拉住 那個男人的心嘛 另外呢 最近流行的穿著方式之一 叫做下衣時鐘 那很多人認為 若隱若現 甚至於比不穿 更引人遐想 那可是呢 日前有一位女大學生 她上網問大家說 好閨蜜不穿褲子 在我的男朋友面前 走來走去 到底想幹什麼 這事情在網路上 引發熱烈的討論 那他們怎麼會共處一室呢 文婉可不可以跟大家說 好啊 首先呢 先幫所謂的這個下半身 隱藏的這個所謂的穿衣 其實我們真的不能污名化 他其實他是一個非常sexy 而且非常漂亮的一種穿著 他只是讓你的這個腿可以拉長 你如果是比較這個小芝麻 然後比例沒有很好的 其實這樣穿是很美的 因為我今天就這樣穿 沒有沒事 然後呢我先跟他講就是說 其實這一個故事呢 在D卡裡面 最主要我就不是下 可以給他看一下 什麼叫下意 必要看 姐來請 包包 真的 我覺得很美 很美很美 冬天嘛對不對 其實一般其實 我們有時候 是不是會穿個短褲 等我一下好 好 來 是不是這樣 可是呢有些人呢 可能會把它扣起來 對 下半身是不是隱藏 你會以為怎麼 沒有褲子對不對 其實事實上沒有 其實它裡面是有褲子的 可是我扣起來是不是就是下半身隱藏 然後腿看起來就變長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時尚的 一個穿法 OK 但是呢 我以下要講的這個故事呢 就是一個鬼故事 因為其實天氣滿冷的 這毛料毛料 然後我跟你講這個呢 其實呢就是有一個 應該是說有一群朋友 他們呢裡面有男女朋友 本來一群人呢約好呢 他們要去這個郊遊 就兩天一夜 然後呢準備呢 就是要訂飯店幹嘛 你知道人多就不好瞧 瞧這個所謂的床啊 時間就不好瞧 搞了半天呢 到最後呢就只剩下三個人 那這個三人呢特尷尬的就是說呢 就是一對男女朋友 然後呢有個落單的呢 就是另外一個女生的朋友 總共三個人 那這時候就很妙啊 他們後來租了一個呢 兩層的民宿 然後就三個人 那這時候要怎麼安排房間 那就是很簡單嘛 就男女朋友一間什麼 這都不是問題 後來那一天呢 發生了呢一件事情 這個呢 PO文的這個女王有形容 就是說那天呢 她在二樓洗澡 然後呢她的男朋友呢出去呢 因為好像少了一點東西 就出去買東西 就一回來 那一剎那就是她回來 回來進門那一剎那 剛好她也從呢 盥洗完下樓 就看到呢 一個畫面很特別 就是她這個女的朋友 只剩下呢一個白襯衫 然後呢下半身呢 是沒有穿褲子的 OK 然後呢看起來呢 好像呢正在呢 水龍頭底下洗她的牛仔褲 就是說她可能牛仔褲弄髒了 所以她在洗 好啦 那呢本來以為就是說 那可能就是弄髒了嘛 弄一弄 那她是不是呢 他們也不以為意 那應該就是 她maybe去打開行李 再換上褲子或幹嘛 沒有 這個女的朋友呢 就呢自此之後呢 就那一件白襯衫 裡面呢就一件 你知道白襯衫 是一個真的在電影情節 任何情節裡面 她是最最棒 尤其她可能是穿 男性的那個襯衫 那就是sexy到爆表 然後裡面其實通常 其實是看得到內褲的 所以他們都知道 它裡面沒有任何的 什麼東西了 就只剩下內褲 然後她想說 就穿著白襯衫 然後穿著女生的內褲 是不是很引人瞎死 瞎相 好 好啦這時候 比我真的sexy多了 好然後後來呢 他們就想說 那就這樣嘛 沒什麼嘛 可是呢接下來更刺激了 這個呢 女的朋友就邀她的男朋友 跟她說 我們來玩牌 我們來玩牌 然後就穿著內身衣服 就上了床 就開始在床上玩牌 你知道嗎 上了床 床 上了這一床 那平常上去 就問一下 那個腳是怎麼 要怎麼擺啊 盤腿座 盤腿座也會噴噴啊 也會噴噴啊 我給你講 櫃子 櫃子就可以吧 櫃子這麼更噁心好不好 你幹嘛啊 什麼我幹嘛 不是啊 盤腿座OK啊 因為如果襯衫夠長 都要剛好遮在中間嘛 反正不管 Anyway就是 她說從頭到尾 她男朋友的眼睛 也不知道該放哪裡 然後她也覺得很尷尬 反正呢 就覺得 你 我跟你講 通常是這樣 當事人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你知道嗎 因為她女朋友 從頭到尾也覺得 就是很 她那個女生 從頭到尾就很 很自然 好啦 後來呢 她們結束了之後呢 這個兩天一日有 她就動不動 她就問她男朋友的想法 然後她們就跟她男朋友討論 那男朋友講說 她可能是這樣 就是意思就是說 她可能不是故意的 可能她自己也沒有察覺 可是呢 這個女生就是 後來越想 就覺得心裡有疙瘩 她覺得說 你自己跟 沒有那個自知之明嗎 好啦 反正呢 這一段呢 她的經歷呢 這個鬼故事 她就PO在D卡上面 就是問大家的意見這樣 好 那我來問大家的意見 蕾蕾蕾妳覺得她是故意的嗎 我相信她 應該不是故意的 不是啊 怎麼說呢 我覺得有些女生 她們認為自己做事坦蕩蕩 我們剛剛討論到綠茶表 其實有一種表 叫做漢子表 什麼叫漢子表呢 漢子表就是 她自己認為 我就是跟男生一樣 大辣辣的個性 我不拘小潔 所以說其實我這樣子只是 因為在旅館 我已經洗完澡 或是說我只是在 我只是清洗我 髒掉的外褲 所以我是沒有東西可以穿 我坦蕩蕩的話 我就是這樣子的風格 呈現給大家看 沒有浴巾可以圍著啊 可是浴巾這樣圍著 更有遐想 更有遐想 真的喔 就是你下半身這樣子 你不覺得就是一拉 然後就什麼 又是根本就什麼東西 又穿著襯衫在圍著浴巾 而且女生又會覺得 她如果 如果今天她在意美感 她會覺得 這樣子又不好看 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是 應該不是故意的啦 她覺得她是坦蕩蕩 而且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應該還OK 可是在我看來 雖然說你內心坦蕩蕩 可是我覺得尊重兩個字 還是蠻重要的 那Kitty呢 我的想法跟Cynthia一樣 我覺得她應該是屬於 她覺得她穿襯衫 可能長度夠長 她覺得她可以遮到 可能就是 她的內褲的部分 不會外露 可是因為我的個性 是我出門啊 我都會常常會多帶衣服 我會直接去我房間 再拿褲子給她穿 我會直接擺明的跟她講說 你穿這樣不得體 那個她的那個朋友 對我會直接再叫她 再多套衣服 對我會直接明講 我不會讓她這樣子 如果是我的感受 我覺得她故意 這是我的感受 就是你怎麼在 人家男朋友的面前 穿內褲 對不對 對只有內褲 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很不OK 我覺得不OK 那那個吳老師呢 我可能也會問她說 你缺褲子是不是 要不要借你 就直接給她穿褲子 直接借她褲子 要不然你就不要跟她打牌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 其實還蠻沒sense的 因為其實 你怎麼會在 別人的伴侶面前 這麼沒有的 沒有身體界限 都腳就張開開 或者是就是下半身這樣適中 她沒有說她腳張開開 因為就直接跳到床上面 因為我剛剛畫面很多 自己加戲 腳張開 我覺得如果你穿短褲 是OK的 穿短褲 你穿內褲我覺得 沒有 你這樣短褲 我們也會說用一個浴巾 我覺得我還贊成 鄭大哥說的 你也要多少蓋一下 因為不管怎麼樣 都會容易有不遙 或者那個褲縫之間 可能會露出什麼對不對 黑森林也不好 H應該很歡迎 我覺得那是她的自由 好比說剛剛王王姐 她的自由 我說真的 剛剛王王姐站起來 不是在示範那個下半身 失蹤的穿法嗎 其實對現在年輕人來說 我覺得他們對於身體的自主權 比一般我們年齡大的人多 就是高很多 他們認為我想怎麼穿就怎麼穿 那你要怎麼看是你的事 只是說我覺得比較要不得的是 如果你身為她的閨蜜 她如果今天這樣穿 你有覺得她侵犯到 你跟你男朋友之間的 這種關係的話 你就現場直接講說 你要不要多穿件褲子 你就直接提就好了 而不是事後 因為你不講開來 就是好像鄭大哥講的 男孩子說我不要直接說 你就很暖就說就好 你很暖就說 不然你這樣你會有心結 或者不要讓他難堪 就是說今天晚上我們累了 不打牌了 也可以 就回覆掉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對 不然我們那天晚上 眼睛真的很痛苦 不知道 打牌都會打輸